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结合各方优秀陶瓷艺术创作者推广茶艺之美 胡亦堂陶瓷美术馆它是站在创作者跟收藏家的一个桥林 我们必须把创作者的精神跟意义能够完全地表达到收藏家的手上 二方面就是说我们藉由胡亦堂陶瓷美术馆这个平台 我们可以让好的老师好的作品有好的地方 可以让收藏家真正地去欣赏到原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这个作品我们是觉得台湾的作品是很值得收藏的 从你一开始初学者一直到过程当中 慢慢由浅而入深 然后就会发现说原来用欣赏的跟用用的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这样子营业这么久 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消费者能更有信心地说对这个老师的作品也好 甚至对胡亦堂陶瓷美术馆的这个拼盘也好 能更具信心 我觉得我们要提升 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精神跟动力 所以才会到这个方向去 陶瓷艺术无疑具有悠久历史 从源于人类的生活需求 升华至收藏品 甚至是艺术品 将文化和思想融于器物之中 逐渐形成了陶艺的独特魅力 在生活中体现出有意义的艺术价值 每一件作品的表现在于作者的思考 还有欣赏人的思考都不一样 陶艺有一点比较不一样是 它必须是经过烧 那么烧到什么样的颜色 烧到什么样的一个升华的程度 那就是技术 至于用另外艺术眼光在看的时候 那又不太一样 所以它对我最大的意思 它可以接纳各方面的意见 也可以让你静下心来 好好去看每一件事情 创办人十分尊重创作者 给予创作者自由发想与发挥的空间 尽管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二十几年来的跌跌撞撞 走过台湾陶瓷艺术与经济的兴衰 容顶持着初衷直到现在 其实我跟服务场已经合作二十几年 我们真的是互相的扶持吧 还是互相的帮忙 就是这样挤起来 二十几年难免会有那种高低起伏啊 他也没嫌弃我 有些老板会 紧急不好啊 你东西就少做一点啊 我们东西就不要卖了 我们干嘛 黄老板觉得他不会这样的 就是说他也非常的支持作者 那我也支持他 不管怎么样 我做好东西 我还是会拿来这边 就是有一点革命感情吧 我觉得胡义堂的风格 还有他经营的角度 网纯现代陶瓷艺术 跟收藏家们配合的程度 都蛮不错的 一个收藏家 如果能够进来这个陶瓷艺术馆 他会真正的发现到说 收藏家们除了 他们家里墙壁的油花 跟水墨 板花 水彩之外 立体的空间的位置 你就会需要一件 很好的陶瓷艺术品 所以胡义堂是一个 非常新鲜 有活力 有展望的美术馆 馆内定时举办 陶瓷老师的创作各展 提供各方藏家 与爱好者交流平台 同时展现创作者们 对作品的坚持与意念 创办人感念收藏家们 与创作者们的支持 更加肯定 应带着使命感 期望在陶瓷艺术上 持续替陶艺界尽一份心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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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